原来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新北市议员 中仁达路斯 在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的情况之下 主动脱党成立了竞选总部 要跟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参选人车拼 原本是国民党籍的花莲县议员 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 但不顾党的反对 也决定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到底 而且还前往台东公开为民进党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正台 则是遭到开除党籍 除了迪布斯依赖 前国民党高雄县议员张金博 也坚持选到底 也遭遇被开除党籍的命运 台湾县议员洪国志的竞选总部 也都盛大成立 就是要选到底 原本国民党内还希望几位现任议员 可以借其用人雇全大局 没有想到拉不住 寄除党继续份 因为国民党已经经由正常的程序 推出了候选人 那这三位同志还是决定参选 所以违反了国民党的公职人员 选举提名办法 那我们目前呢 正移送中央考机会来审查 不过目前还在讨论中 并没有定论 至于中人达路斯 则是主动申请退党 那我们将会注销他的党籍 遭到开除国民党籍 参选人坦然接受 这次被开除党籍 我只能说谢谢指教 也希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希望所有为原住民前途 共同努力的人 一起来打拼 遭到开除党籍的现任 或前任议员想要参选 遭到开除党籍 如果针对当选立委 有没有机会重回国民党 公民党表示 暂时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只要没有违反党章 不排除让前党员重新入党 接着阿里纳克宣传五六 台北市采访报道